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希望透過我這次的報告 可以提供給我們僑借的朋友 不管是上一代或者是下一代 那麼能夠對自己的文化有更多的認識 尤其要認識自己的文化 通過語言跟文字來認識是一個很方便 然後又快速 又可以達到全面性的一個方法 所以我希望透過這一次 有關漢字的一些邏輯性的解釋 能夠讓大家更知道自己的文化 進一步也讓我們的下一代 可以更有興趣的去學習自己的語言 自己的文字 然後更增加對自己文化的了解 尤其是在奧地利 那麼不是在自己的祖國 那麼接觸自己文化的機會是比較少 那麼要真正的去透過某些管道 去認識自己的文化的機會也不多 那麼所以我希望我才設計了這一次 漢字也好漢語也好的幾次的演講 那這一次講漢字的故事 希望是能夠真正的通過我們自己的文字系統 尤其是解釋漢字的一個邏輯性 漢字為什麼這麼寫 我們從小就這樣橫的直的橫的直的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他的邏輯性何在 我們又很榮幸聽到了盧教授 這次再來替我們做更精彩 而且對周祉國的漢字 再做一次更仔細的解說 那這次的承辦單位 是由我們台灣小界未來 喬喬的董事會辦 那今天董事長 因為他本身的事情 所以沒有幫助增加 那沿襲著過去的習慣 就是說 因為今天我先把事後要報告的事情 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然後我先掙用一下那個陸教授的時間 然後我們就請陸教授開始 我們喬喬未來的董事會 從今年的年初開始 就經濟地成立了 然後藉由這段時間 各位董事會的董事們 集體的參與 斷臉實現下 他代表自己的 集體的支持我們 我們也在這短短的時間內 做好了 準備的章程 那今後喬喬的位置 可以去選到了 在第三區 我們九月份就要開學了 那開學的時候 跟以往不一樣的經 這一次我們就開六個班 然後開六個班 我們會按照學生的程度 我們要求的還是一樣 學以自用 然後第一 加強學生的自信心 第二 培養他們的表達能力 第三 讓他們有歸屬感 然後我們在課程當中 很重視的是 他們如何在國外 或者以後他們到亞洲 他們的待人處事 他們的處事方法 等靈機應變 這套的教學是完完全全不一樣 跟傳統的教學 重視的就是 學以自用 那希望大家 今後 就是說 能夠跟我們密切地保持聯絡 我們有發問函給大家 那有Email的 就把Email寫上去 沒有Email的 我們就寫上電話號碼 寫三個字 或是寫幾個字 請來電 所以 我們會組織一個招聖大隊 然後 我們會 絕對一戶一戶 給你們一個 每個人都有一個 很好的答案 我今天要跟各位報告的是 漢字的故事 那麼從甲骨文匹到現在漢字 那麼我跟各位準備了 大概的幾個單元 在各位的這個 資料上面都有 那我們很簡單的 從這幾個單元 來看一看 很簡單的來看一看 漢字的一個 所謂漢字的故事 那麼 我是大學老師 我不是小學老師 所以我不太會講故事 大概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是 我們來了解一下 漢字的一個設計的邏輯 我們大家都會寫漢字 可是呢 任何一個漢字 為什麼要這麼寫 它的邏輯性是什麼 那麼這大概就是我們今天 所要來看的一個主要Name 首先 等一下 各位如果聽到這個聲音 這聲音動多大聲 小朋友 可以嗎 可以嗎 動多大聲 可以吧 這個是一個爆炸的聲音 假設是一個爆炸的聲音 等一下出來的話 它就是一個問題 請問 全世界最簡單的文字 是哪一種文字 我們有很多爆炸聲 所以各位知道的話 請立刻就告訴我 請問全世界最簡單的文字 是哪一種文字 是 拉丁文呢 還是 印度文呢 還是 埃及文呢 還是 韓文呢 講到韓文 不好意思 她的話 這是我太太 露西 跟大家介紹一下 她的母語是韓語 這樣 這個應該是 德語吧 是德文吧 是德文吧 OK 請問 全世界最簡單的文字系統 是哪一種文字 一 合文最簡單 我以為德文好難 我來這邊快一年了 我下一條路的名字 我都還念我比較多 什麼文 中文 中文最簡單啊 是不是 我名叫外國朋友 你覺得全世界最簡單的文字 是 哪一種 你覺得 合文 中文 對 合文 好 我們看看 組長的時候是答案 全世界最簡單的文字系統 是漢字 是漢字 真的嗎 大家就很懷疑 對不對 合文說 合文對不對 我說德文最簡單啊 我們說中文漢字最簡單 真的是這樣子嗎 現在我來看一個 最簡單的漢字 請問什麼字 請問什麼字 簡單吧 請問什麼字 怎麼念 請問什麼字 學生 學生 蛤 這是一個字耶 是學 是學還是生 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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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旺的心 心旺的心 長 長 三個腳的那個長 那個長 比劃比這個字少多 什麼字呢 學 學 這個是簡單不簡單 簡單 很簡單啦,等一下右邊很簡單啦 這個字念作 串 這個字念作串 這個字念作串 好,不好意思 這邊有 好,這個是念作串 串 請問串是什麼意思啊 漢字最簡單 每一個漢字都有它的故事 都有它的邏輯 你不要盯著整個畫面去看 你看到它裡面有很多小東西 有沒有 你們會玩樂高對不對 雞木嗎 你要看哪個小零件 看一下它裡面的小零件 你覺得這個字是什麼意思啊 有森林 有森林 有灰啦,有火啦 有什麼 銅 好,這些全部都加在一起 它這個字在幹什麼咧 它這個字在幹什麼咧 它這個字要做什麼咧 太簡單了 萬一朋友等一下你看到這個字的意思 你會覺得太簡單了 比德文簡單多了 注意看 這個串字 它有四個主要的部分 第一個字 那個電腦打不出來說 用手機 這個字現在也不太用了 這個字現在念作曲 魚 好 這個地方在哪裡啊 在這裡 在這兩邊 看到沒 好 這個字裡面呢 還有木 樹木的木 木頭的木 在哪裡啊 在這裡啊 在這裡啊 好 這個字呢 變作拱 拱 把你拱出來 或者是拱手的那個拱 在哪裡啊 兩個手 在哪裡啊 在這裡 這個字裡面還有佛 在哪 佛 在這下面 好 好 還有兩個東西是什麼咧 這個字的意思 是在招 招就是 這個德文我可以說的 知道了 可以幫我講一下 就是煮飯的那個招 他身材過的那個招 這個字 這個字 意思是在招 這邊有一個招的形狀 在哪裡啊 在這裡 這裡 這裡 是你煮飯的那個招 那個菜籬 好 在上面烹煮食物的動作 好 這整個字的意思是 雙手端著鍋子 那個鍋子 那個鍋子不是一個漢字 它是一個 讓它是一個圖畫 為了設計這個煮飯的動作 所畫出來的一個鍋子 鍋子在哪裡啊 在中間 在中間 這個字的結構是 是雙手端著鍋子 那雙手在哪裡啊 在這裡 這個橘 是你的兩手向下的這個動作 中間有的鍋子 端著鍋子 放到哪裡啊 放到這個罩上面來 放好了之後 再用你的雙手 雙手 再把木材 就是兩個木材 一邊一個木材 把它放到這個罩裡面去 做什麼 生活 飯 好 全部加在一起 請問這個字在幹什麼 煮飯 在煮飯 煮餐 在cooking 在煮東西 對不對 所以裡面有火 有木材 有灶 有鍋子 還有你的手 好 所以呢 透過這個字 喊字 每一個字 你都可以從它的結構上面 去體會 去判斷 然後呢 組合出來它的意義 請問 串這個字簡單不簡單啊 簡單不簡單 太簡單了嘛 每一個部分你都學過 加在一起 那當然更容易了 對不對 好 這是一個喊字 謝謝